作曲比赛 作曲比赛为忠悠传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因为我们特别需要作品 相当忠悠传一直都会有很多的作曲想写作品 很多年轻人现在他们写作曲完全都是按照西洋的现代音乐学的 所以他们脑子里面唯一的是有赵忠悠传的配偿 那大部分作曲家们国际的但是国内的是一模一样 他们都是用赵忠悠传的概念为了民族团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中央鼓励全部像这样的比赛的年轻作曲家们 第一,你必须要好好地思考 中悠传的整体的配偿是什么 因为它就是跟赵忠悠传的功能非常非常不一样 在中国如果我们分析音乐我们用两个词 一个是气,另外就是韵 气,在中国音乐我们都有,也有一个理解 但是跟西方很不一样 在中国音乐,气是更多一个状态 但是韵更多代表一个过程 它真是这个过程中一个音到另外的一个旋律 是这么绕的,这么发展的,像台积圈一样这样的动作 如果真的想明白,或者想体会中国音乐的美丽是在哪儿 必须要明白这个点 那如果你学到了,体会运的过程 那你再为中国音乐写作品肯定不是不一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